领基础,学IT,月薪过万,就来黑马程序员,黑马程序员,成就IT黑马 不需要,为什么呢?因为安装到的接是自带的吧?语法,这个我问,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啊,这个语法呢,在我们后期期项目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啊,第一个安装用什么? npm install,最后呢是不是刚刚save,ok,然后呢,这个杠技什么意思? global,全局,就是说在全局目录中安装吧,我怎么知道这个目录在哪? npm configure list,是不是可以看到prefix看到啊? 第二个,它可不可以在命令行执行?可以,这个特性要知道,刚刚save,刚dv,跟刚刚save有什么区别? 先说共同点,就是说,它跟它的共同点是干嘛?都在当前目的下吧? 哎,不同点是干嘛呢?就是说,他们进入的时候,一个是开发环境,还有一个什么呀? 圣战环境,ok,卸载什么卸载?卸载? npm install,然后是不是名称啊?模块名,安装的时候也注意啊,是不是也是模块名啊? 好,然后npm install 是什么意思? 哎,这个想象问题啊,我说了,就是说,我们项目做好了之后,发给你的那个同事,那个load下滑线module要不要删掉? 就是模块目录要删掉吧?因为那个嘛,太大了,太大了。 那想问题,那你删掉了之后发给同事,同事能够立马跑,还是得必须npm install 哎,他要先安装一下才可以那个跑的啊? 然后呢,大家想问题,他呀跟那个刚刚PRODUCT有什么区别? 一个是生产环境,开发环境,全部安装,他只装什么? 生产环境,ok,very good 好,这是给大家说的语法,这个语法呢,一定要知道,简单概括的就是安装,uninstall 现在,嗯,然后我们做了个小例题,我们是装了三个模块吧? 哎,第一个模块是干嘛呢?我都忘了,有什么作用应用场景? 哎,就是保存,自动重启服,ok 然后呢,时间的东西,我们一开始是有Data这个对象的吧?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日期模块啊? 大家问你这个日期模块有什么好处? 就是说他获取的当天时间,还可以计算,去年啊,什么什么的,对吧? 就是功能抢嘛,但是有问题,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写一个呢?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吧?有兴趣的一写一写 啊,因为之前有个学生面试啊,人家面试官你问他呢? 你知道我为什么呢?那你过来吗?他说不知道,就是因为你有开源项目 什么叫开源项目?就是我把一些长的工具类封端好了之后,放到网上,让别人去写 而不是我去写别人,懂我意思吧?啊,那个网亲呢,就有同学非常好,和自己封端了,那你也封端了,啊 好,然后这个呢,就是摩拜引擎嘛,啊,注意,我上课的习惯,风格是干嘛呢? 因为我们前期,我们一个预法,一个个角,到后面呢,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,啊,以及干嘛呢?自学的能力 然后呢,我上课的风格是说,咔,一下以法都告诉你,啊,然后咔,再告诉你特性,接着呢,我们一起来,验证,啊,就不要一个个扑了,一个扑呢,那个,太多,不发面计,我们一次性说,啊,找到潜规则通信,然后就解决它,啊,这个,要慢慢适应着,然后呢,啊,本来呢,只要讲一个模板引擎,后来呢,我讲了两个,啊,目的就告诉你,啊,模板引擎啊, 就是干嘛,就是说,来方便,开发的,在 Matthias'中,模板引擎,啊,就是,方便我们,加载辑图,传递数据,布兰是不是要一个个replace,替换,有一些 betrayal吗? 嗯,一定是替换的,吧,啊,通过它就不用替换,那怎么用呢?啊,切记啊,你不能百度说,哦,GN,DE,视频教程,一街,视频教程,一个学,那花费的,那个功能量太大了,我们只要会干嘛呢? 加载视图 能够显示一条数据 然后呢 判断循环就够了 你回忆一下 你做这个商城 用SyncPP写商城对吧 SyncPP叫Sync模板性 跟这个SmartT像不像 像 但是你想问题 你最终能记得住的也就是 显示数据判断和循环吧 来自于都忘了 忘了没关系 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百度啊 说GADE模板性 怎么写判断 这个ART模板性 怎么写判断 SyncPP怎么写判断 它都会出来 这个思想要有 别举使劲没了 好 这是我们学了NPM 这个语法之后 学了三个 这个模块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模块 就是我们重点学了三个 好 这个学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开始学这个 Explaced框架 这是基于LoLoJS开发的 好处呢 就是加快项目开发 然后我们学的时候呢 先 初体验 安装了这个框架 做了个小Demo 这点发现了 它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干嘛呢 是我们监听HTB请求 然后自己写判断 请求是干嘛呢 是什么 这个根啊 还是登录 那这里面是干嘛呢 它是不是封通了一个路由的功能啊 然后我把他的语法告诉大家 我们这把语法我们说一说 第一个普通语法 当然这个普通特殊还有都是我概括的啊 普通语法什么意思呢 APPDN的吗 HTDP 对 GET POST 是对的 但是它是单个 我们要封那个总结的话 是HP什么呀 请求类型 请求方式都行 然后呢 请求 这里面写什么 路 路径 这里面是回调 函数 来路过的 OK 这是这个普通语法 特殊语法 这里面写什么呢 Use Use 为什么叫特殊语法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特点 内意 类型嘛 第二个 非 完全 匹配 什么要非完全匹配呢 就是 Ul 起言 N个 字符 对于这个请求路径视频 对于这个 它就什么呀 就匹配 OK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叫什么东西呢 路由参数 路由参数 路由参数呢 就是说这个基础上 加什么东西呢 记不加 斜杠冒号参数 斜杠冒号参数 等等啊 OK 就是这个三个语法 嗯 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呢 理解一二三三个语法的作用 然后怎么写 这个 这个特殊语法 什么普通语法 路由参数不用去记 这是我给它概括的 好 会路由之后呢 然后给大家铺了一下 就是说怎么加载静态资源吧 哎 就通过了没有啊 这个预防 这是 Express 封装的 原理呢 你就看我说 先加载来指定文件 然后加载多个文件 最终是不是才用它了呀 啊 因为一下子给你用它了吧 你可能说 看不明白 你要封装好的 其实就是我写的那个 这样嘛 那加载多个文件 啊 最终 我们写的一个 通过Express 有缘满爱你 啊 这是我们上一讲啊 全的缺目内容